说完了现任领导人心情大好 我们再看一看 以前的领导人 他们不知道心情好不好 现在传出一些消息 说江泽民主席去世了 这个消息可 江泽民去世是完全可能的 他今天不去世 明天就会去世 明天不去世 后天就会去世 因为他已经这么大了 而且就是 去一种病危的状况 其实除了 这个江泽民先生 还有这个胡锦涛啊 朱英基啊 罗干呀 包括早一段时间身体都好 但是二十大也没有出现的罗干 我们对于这些人 一般来讲都列为这个病危人口 否则的话 二十大不可能不去 但是 我根据我 宋平都去 对呀 朱镕基为什么不去 对就是身体实证 那么包括胡锦涛啊 这个这一次去按照我的之前的预估 我认为他是不应该去的 因为他的身体实际不行 但是他呢就不听我的六度博弈的这个 没有看六度博弈 他没有看 他就自己 就是不顾一切就去了 去了以后这个闹出这么一场事情出来 那么这些事情呢 在我看起来是中共的一个公关灾难 让这个习近平没有表现得更优雅 没有表现到更对前辈的尊重 我觉得中国政府好像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你们随便说 他根本不在乎 中国政府 当然不在乎 中国的权力体系也不在乎 海外吧 或者是民间人士吧 觉得二十大够沉闷的无聊 你们搞什么政治报告 你们选什么人跟为什么关系啊 但是你们出了这么一个胡锦涛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花标新闻 所以二十大 对于很多人来讲 唯一的看点 就是胡锦涛 所以对胡锦涛的出现了这个情况 出现了无数的这个推理 我们知道 只要不结案 推理都是可能的 没错 所以你也不能说那些推理 而且也可能不会结案 就只要这个县政权在 只要是不出现巨大的变动 也不会结案 永远是一个历史遗案 对所以这些事情吧 也许有一天 这个有人解释 说实际上习近平主席 后面就看望了胡锦涛 或者是对胡锦涛表示了 某些关心 这个事情大点就平息下去了 但是在中共权力的傲慢 对权力的傲慢 而且这种你批评好了 你去瞎猜好了 我根本无所谓你 对 这个大家也就只有随便投卵 影响不来这个东西 那江泽民有没有去世呢 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肯定 此事此刻没有去世 更不存在一个最近几天 传出各种各样的帖子 什么北斗啊 还有什么一些网吧呀 接到通知 说这个整个网站要准备变灰 要变成灰色的 变成灰色的 因为江泽民要去世了嘛 然后网信办也给大家一些通知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说 通通是咬你 通通是捏造 因为网站变灰 它往往是国家的攻击日的要求 譬如说 918 整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要变灰 那你事情大家就安排好 领导人去世 没有在宣布之前 你媒体可能偷偷做点准备 但是中央不会下到一个命令说 江泽民要死了 你赶紧变灰 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嘛 人还没有死 光峰是不能发消息的 对吧 而且讲话讲得很隐晦 你记得英语王 对吧 英语王去世纪之前 英语王的那个 那个讲话都是怎么讲的 你一听那个话你就以为 英语王根本没啥 对我当时就觉得 连那个他的那个王妃都没有去 可能问题不是太大 有时候因为老人家有时候是生命在 一口气 对对 一口气 对吧 有人说啊 江泽民死了 等习近平这个这个国事活动以后回去再再再再 制造这些谣言的人他有一个基础的逻辑背景 就是说江泽民是中国政坛上一个很大的势力 他是不是去世 会引起中国政坛的一个震动 其实是不会的 那 其实没有江泽民去世也好 胡锦涛去世也好 毛主席去世也好 郑小平去世也好 我们都已经经历过来了 毛主席都可以死了 那郑小平死也没问题 那郑小平死了没有问题 那江泽民死了以后当然没有问题 作为江泽民家人来讲 或者是你喜欢江泽民的人讲 你心里可能比较难受 但是对政治已经毫无作用 应该是不会 毫无作用 但是江泽民这个人呢 是因为最近这些年 批习近平骂习近平成为一种时髦 好像一直会不骂几声习近平心里不爽 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把江泽民作为一个 另外一个形象就开始塑造出来 所以江泽民又怎么有文化了 有修养了 又开放了 人有时候真的是 很有意思 对对对 当时江在位置上的时候 大家也是骂江 对我那个时候我讲几句话 我觉得江泽民用上海帮是正确的 你不能去用东北邦或者是用西北邦吗 他当然应该自己熟悉的嘛 而且江泽地区的人素质就还不错 对吧 有的人就说我是要拍老江的马屁 那么实际上我对江有批 有赞扬 有些东西我觉得江泽民很搞笑 对吧 比如说镇压法轮功 我就认为你那个胡来嘛 你法轮功立这个功应该由法院来处理 如果你要来违法 你怎么能又采取这样一种残酷的手段 把法轮功一批行政搞成这么残酷的增加 我就非常拟烈的批评 但是呢就是说 今天好像江泽民形象完全变了 我觉得这完全是想像 变成了一个和蔼的老者 但是江泽民有几点 我觉得还是值得讲的 就是说江泽民在胡锦涛时期 他是不放心胡锦涛 所以他所谓的什么胡乡马 他有三年的 搞了两三年的时间 但是习近平上台 他是非常放心的 所以习近平一当选中共总书记 他就写了一封信 那封信呢 我是通过特殊途径拿到了 我们都已经发出来了 就是他跟中央写的一封信 就是说他就退休了 大家一起来支持习近平 所以他就不干政了 他真的就 就几乎就没怎么干政 那么第二个就是 他要求自己的名字不要放到习近平后面 要放到所有的现任政治局常委后面 原来他原来的排名叫习近平 江泽民 李克强 这样排名 他说不行 这个 克强同志还是要排在他的前面 不但克强同志 其他几个常委都可以 那从这个意义来讲 江泽民 还是我觉得 还是不错的 但是江泽民如果死了 我们可以来讲一讲 哪些地方对 哪些地方不错 当然我们那个时候讲的对的多一点 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 就是 江泽民死了 没有任何必要隐瞒 对我也觉得是 对 有什么必要 你这老毛死了以后也没有隐瞒吗 对对对 那就是退职几个小时嘛 对 老邓死了以后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嘛 嗯 我如果说正好在旅行中间 马上 就是从机场 我都要到机场了 在机场的路上马上又转回到酒店 我们报社是说你 立即关注这个事情 其实关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什么 天大的大事 对不对 老是认为老下同志是不能死的 其实所有的人都在这都会死 就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新代历史只有毛主席死的时候不应死 这是一个不靠谱的八卦新闻 但是我们这么说 并不等于明天江泽民不死 对不对 我们不知道 但也许他明天就死掉了 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 故事24小时他没有死 网上传说的各种各样的那种 那种 截头啊 对对对 大家不要相信截头 不要相信截头 因为截头是可以捏造的 可以伪造的 比如说你在推特里面讲一个讲话 写着你的名字 实际上根本不是你讲的 对 要把它拼在一起 更多的我们用常识和这个历史经验去判断 不要去相信那些 夺你眼球的耸人听闻的一些传闻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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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